我们再回到南昌县 刚刚我们通过几路记者 简单的了解一下他们所在的位置 其中的一路记者 郑一和雷晨鹿 他们在一个特别美的地方 其中郑一好像还唱了一段 刚才没听到他唱的是什么 看看能不能冲上来 据说他们在一个非常美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鸟与花香 很多的游客非常喜欢去 那么他们到底是在哪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们来通过微信直播连线的方式 由他们跟我们仔细的来说一说 微信直播连线雷晨鹿和郑一 有请二位 凤凰沟景区 那这里啊 今天热热闹闹迎来了 2019年春茶采摘的第一天 那古之后呢 大家茶田列茶农们呢 会一边唱着山歌一边采茶 形成了最早的采茶系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南昌采茶县发源地 就是咱们的南昌县 大家一起来看看我的右手边 有一片壮观的茶海 那这片茶海呢 面积达到2100多亩 里面中只有龙京的十几种茶树品种 那我现在坐在位置呢 是整个茶海的制高点 也是最佳的观景平台 从我的位置看过去啊 整片茶海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 在里面采茶茶农呢 像点点小舟一样点缀其中 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那这么美丽的画面 我们放心的团友怎么会错过呢 他们在茶海的另外一边 和我们的大团主播郑一一起 观察炒茶品茶呢 郑一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哥你给我 郑总你好 咱们这边放心的团友们玩得可开心了 来咱们放心的团友知不知道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都市放行游 放行游天下 凤凰沟 我们来了 今天呢我们在凤凰沟除了可以赏花之外 还可以体验茶艺制作的一系列流程 现在在我们身边呢 就在这个铁锅里就在进行 茶叶制作的第一道工序 杀青 哎 哇我现在在旁边就能感觉到 这个铁锅的温度热浪是滚滚的扑过来了 这一位呢是我们凤凰沟炒茶的大师傅 师傅我们一般平常炒茶的时候 温度要在多少才合适呢 这个杀青大概200度左右 200度 而且我们师傅是直接用手在这个铁锅里运行 但是我们放心的团友今天来到这呢 就一定得体验一下 有没有谁想试一下的 两个小朋友去手去的特别快 好师傅咱们可以直接下手进去吗 来我们一起好不好 来 哇 还是蛮烫的 但是茶叶是温热的感觉 是不是像咱们这么炒 这个茶叶炒的行吗 这样的话不专业 因为你这样的下去随便抓容易抓到锅烫伤自己 容易抓到锅烫伤自己 所以炒茶真是个技术活 但是茶叶炒的好不好呢 咱们要尝过才知道 在这里呢 我们也有刚刚泡好的春茶 供大家品尝 来大家快来 拿起一杯尝一尝 咱们新鲜炒出的春茶 茶叶呢 咱们按照采摘的季节不同 可以分为春茶下茶和秋茶 而我们每年所说的这个新茶呢 就指春茶 春茶呢 经过一个冬天的累积 它无虫害 所以不需要使用农药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 也是一年当中最足的 是一年之中的佳品 不愧是新茶 喝起来就是一股清新的味道 那正一在这里呢 也借助这杯茶 祝咱们都市频道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像春茶一样鲜嫩 像花儿一样美丽 同时呢 最重要的是 要多出来走走 来咱们南昌县旅旅游 好的 清源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嗯 说得很好 多出来走走 到南昌县来旅游 这杯茶品的呀 隔着屏幕 我们都感觉到是茶香四溢了 您好 胡书记 咱们南昌县真的很美 我们的都市放心的游客 已经是走进南昌县的 去赏花 采茶 品茶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雷晨璐 他和有个在亭子当中的 一般戏员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是唱的是南昌的采茶戏 对不对 采茶戏就是在咱们南昌吗 是的 南昌县是南昌采茶戏的发想地 特别是在我们南昌县 塔形象的一带 南昌县 南昌县都能够哼唱几句采茶戏 在我们南昌县不仅是采茶戏 受大家的欢迎 而且南昌县所产的茶 也受大家的喜爱 江西茶商研究所 就是在我们南昌县的黄马县里 我听明白了 这个是品茶看戏就到南昌县的黄马 刚才我们的两位记者 他们是在南昌县的黄马县 其实要说起来的黄马县 它品茶好山好水好茶 而且是好戏连台 还并不仅仅是这些 我们再来通一个短片 再来深度认识和了解南昌县的黄马 来到凤凰沟呢 看到这么多的花 就忍不住要买萌一下 开春的凤凰沟 可以说是一片花的海洋 接下来我们跟着手上的全景相机 一起来看一下 上 小相机转个圈 收 现在呢 我是完全被樱花包围在了中间 每年的三月底到四月初 就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在凤凰沟井区的樱花谷 有两万多株不同品种的樱花 它们在这个时候会相继绽放 白云如雪 粉阴四霞 风吹过的时候呢 就是漫天的花雨 乱花监狱逼人眼 浅草才能过马蹄 春风先发院中梅 阴性逃离次抵胎 形容春天的诗句呢 是数据上不出的 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 又和春天的花有关 在南昌黄黄沟 这里有玉兰 海棠 玉京香 梅花 樱花 各种各样的 都在争先空空地去开放 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美和姿态 那接下来 各位跟我一起坐上无人机 我们从天空路一起去俯瞰 这美丽的花园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南昌凤凰沟 国家4A级景区 全国十家休闲庄园 这里有2150亩的茶园 超过650亩的果园 以及5000亩的花卉园 如今正是山花烂漫时 您要不要也来从中笑一个呢 看明白了 春天赏花就到南昌县 刚才的镜头各位注意到了吗 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的全景摄像机 所拍摄出来的 真是好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由干昌电缆 特约播出的江山多焦 我和我的家乡的 首场100分钟的大直播 刚刚各位看到了这样的美景 同时提醒正在网络上 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观众 还可以通过我们都市现场的 微信公众号 用您的手机来体验 南昌县黄马凤凰沟 赏花的全景视频 要说到旅游啊 不如地我想出问一问您了 在咱们南昌县的话 除了这个凤凰沟 特别美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 是我们到了南昌县的游客 还能去看一看逛一逛 南昌县呢 这个就比较多了 我们南昌县是有个 22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县 在我们县域里面有 洪都 洪都瑶的博物馆 有这个刚上月池教树村 还有这个武阳 是我们曹雪芹的南圣祖籍地 还有这个山江啊 厚万古村等等 应该说我们南昌县 是仁文底 深厚 历史古迹也非常丰富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南昌县是一个呢 你是来了就不想走 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来了不想走 走了还想来的地方 这句话是深深的是 打动了我们特别想去 你刚说到旅游的话呢 就想买纪念品 说到纪念品的话 我就想起了 今天这个胡书记 进直播间 您说的这个带的礼物 您带了2019份礼物 还替我们的观众记的呢 这2019份的礼物 能不能一一的开始 给我们揭晓的有什么 好的 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份礼物 就是我们皇马 凤凰沟景区的门票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景区的门票是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景区的门票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有了门票了 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去玩了 一共多少张 我们从上周六开始 我们2019年的皇马 这个樱花街 已经正式开幕了 樱花盛开了 樱花盛开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层次地邀请呢 这个大家一起到皇马去 爽花 拼茶 好 我这次带来了这个门票 是500张 500张 同时也带来了这种 双枣糕 带来了 三百份大礼包 有玩有吃的是吧 这还有吃的 500张的门票 三百份的这个 双枣糕 双枣糕大礼包 这是由那个桑树来做的吗 对对对 桑树是做的 我来品尝一下 看怎么样 这个 很Q 好香 喜欢Q弹 果香的朋友 千万 记得 来拿这些东西 怎么来拿呢 我来说一说 我先吃着 今天走进直播间的 胡注意带来了 这2019分的礼物 带给大家 这是什么样的礼物呢 你应该怎么样 去拿到这些东西 我们各位来说一说 这就说到我们的一了 各位用手机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说通过我们都市现场 微信公布号的直播端 直接点进我们的 都市放心购 一元购 拿一块钱 就可以获得价值 是五十块钱的 凤凰沟的门票 或者说是一份 纯生态的 桑果糕大礼包 你看眼下 这个樱花盛开的时候 赏着樱花 吃着这个果糕 特别的期待 我们到南昌县黄马 就玩的话 那就什么都有了 好吃 好玩的美景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还有东西 要给我们带 给我们介绍